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地藏经可以使其摆脱 一代不如一代的宿命 佛门常讲 可以不信佛法 但不要不信因果 现在很多人认为自己活得很洒脱 动不动就讲大不了一死 二十年后还是好汉一条 或者说酒肉穿肠过 佛祖心头做 要么就讲这一辈子活得好就好了 管他下一辈子 想那么远干什么 这都是属于不信因果的 也是导致家族一代不如一代的最大根源 孔老夫子说过一句话 人无远虑 必有禁忧 讲一个故事 有一个家庭 在几十年前 一家非常的富有 有权又有钱 到第三代的时候 穷困潦倒 一代不如一代 儿子就不太好使了 不行了 到孙子就更不行了 后来 这第三代的孙子 就是现在的人 就问他的父亲 我们家究竟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他父亲说 我从年轻到现在 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 那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我们第三代穷到这样 他父亲说 我也不知道 孙子就去问上了年龄的一些老人 老邻居 我家究竟以前做过什么坏事 这些老人不敢说 可又看到这个家庭现在的近况 心里也不太舒服 就对他讲 你去问你爷爷就知道了 除非他不说 这位孙子真的去问他的爷爷 我们家里究竟做过什么坏事 这位爷爷就说 我年轻到现在也没做什么坏事 只有做一件而已 一件 年轻的时候 为了争夺财产 害死六个人 一生就这一件 这一件导致一代不如一代 这一件导致家破人亡 这一件事情导致了未来的子孙 各个穷困潦倒 因为当爷爷的这个老人 年轻谋夺了不义之财 然后有权又有钱 诸位道友 你要知道 身外之物是有限的 道德良心是无限的 钱花完了 有限的物质花完了 又没有无限的道德和良心 孝道和智慧 就会一代不如一代 到第三代穷困潦倒 甚至到第三代 第四代 搞到当路边天使做乞丐 第四代没人了 神经病的神经病 当乞丐的当乞丐 那位老人到他年纪大了 才懂得了 真正传给儿女的 应该是道德 并不是财产 三字经里说的 人以子 金满银 我叫子 为一金 所以现在一些当老板的 有权的 有钱的 拼命挣钱 拼命牟利 他要留给下一代的是什么 自己认为是舒适的生活 其实往往结果不是他想看到的 他的后代都变成了什么人 你看地藏经上佛说的 不行善者行恶者 乃至不信因果者 谐音妄语者 成了这一类的人 所以讲 不要过多地为子孙 留下他命里 无法承受的资财 多基因得给子孙 多教子孙明因果 如果能把地藏经 作为传家的法宝 保证这个家族 一代比一代兴旺 绝对不会落入 富不过三代的宿命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 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